大家好,沙漠玫瑰花期甚是处于春季 那么现在呢,我这盆沙漠玫瑰现在正在进入一个花芽分化期 那么在这一个阶段呢,补充磷甲肥是非常关键的 磷甲肥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它页面喷湿一点磷刷清甲 大概呢,就是每七天喷湿一次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除了页面喷湿磷甲肥之外呢 最好就是给它在盆土里面再加上这样一手小颗粒 就可以让这个磷的吸收效果更好 那么那个沙漠玫瑰的开花量才会更大 就更容易开出花开爆盘的效果 那么是给它加上一勺什么小颗粒呢 这个颗粒呢,就是这个微生物有机肥 那么为什么要加上微生物有机肥呢 那么植树菜开花期所需要的磷元素呢,是非常高的 虽然我们可以从页面上补充 但是呢,页面的吸收效果其实还是没有根部的吸收效果好 那么我们就要增强根系的吸收能力 然后呢,吸收足够的磷元素 而盆土里面的磷元素呢,就很容易被土壤固定 所以呢,我们就要给它补充这个微生物有机肥 这个微生物有机肥还有非常丰富的有益活菌和腐质栓 那么有益活菌的话呢,它是可以加快盆土里面的 这个有机质的分解被植树所吸收 而这个腐质栓的话呢,它就可以提高这个微生物的活性 而且呢,还可以增强根系的吸收能力 让这个根系啊,能够吸收到充足的盆土里面的淡元素 然后呢,被植株所吸收 那么植株吸收的磷元素越多 开花量自然也就大增了 那么怎么使用呢? 使用方法呢,很简单 我们呢,取上一小勺的量 然后呢,沿着盆土啊,给它撒进去 或者是买进盆土里面都可以 大概呢,就是一个月左右买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呢,根系吸收能力强,吸收的磷元素多 那么后期它在花芽分化和孕育花蕾的时候啊 才会提到一个很好的提升效果 自然就能够长出满盆的花苞 开出一个爆盆的效果出来 所以我们在沙梦玫瑰花期 除了要补充充足的光照 给它补充充足的磷钾肥之外呢 还可以在这个盆土里面呢 赏上一点这个微生物均肥 这样呢,才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开花效果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